马上来跟进武汉肺炎的最新发展 那随着疫情持续在全球25个国家蔓延开来 全球确诊人数如今已经逼近了15000宗病例了 截至今天全球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4642宗 死亡人数也已经标破了305宗 而菲律宾在昨天晚上出现了第一宗的新型冠状肺炎死亡病例 死者是一名来自中国武汉的44岁男子 而这也让菲律宾成为了在中国境外第一宗出现武汉肺炎死亡案例的国家 中国爆发武汉肺炎 那多个国家已经展开了撤侨行动 我国方面呢 昨天已经派出了一支队伍到武汉去负责协调从武汉撤侨的工作 不过马来夏驻中国大使诺西万在那阿比丁透露 由于武汉已经封城了 所以这支队伍只能够从北京开车出发 历经12个小时的车程 才终于在今天凌晨3点50分顺利抵达武汉 这位副首相瓦阿兹沙也在今天进一步透露 大马人滞留在武汉的登记人数 副首相瓦阿兹沙今天的出席活动后透露 截至今天已经有132人向我国在中国大使馆 注册撤离 其中也包括24名飞大马公民 身间天灾管理机构主席的旺杰也透露 该机构在进行拯救行动时 将会确保从武汉撤离的人士 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才能够上机回到马来西亚 是的 五国方面最快会在明天 透过亚航的客机 把滞留在武汉的132人接回我国 不过武汉肺炎肆虐的杀伤力 除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打击之外 还包括了对经济的影响 伊斯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告诉马新社 从1月28号开始到30号之间 本地股市的净流出资金高达了4亿900万令吉 他相信这是外资因为武汉肺炎的大爆发 而进一步抛售我国的股票 另外经济部长阿斯敏今天也承认 如果疫情持续很长时间的话 必将会打击到中国还有我国的经济 因为中国是我国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国 所以阿斯敏透露 武汉肺炎疫情当前 政府将会考虑推出振兴配套来刺激经济 同时也将会优先拨款 来保障人民的安全和需求 如果有需要的话 政府也将会额外增加拨款 为全国的医疗机构提供购买医疗器材 优优独播剧场上